发展至今的淡宾尼可说是脱胎换骨了 从70年代开始拓展 淡宾尼已经升格为今天的区域市镇 通过最新的建设工程 淡宾尼镇内的建筑与社区服务 日益完善 现在我们还继续改进这里的生活素质 让居民们以淡宾尼为骄傲 并称之为我的家园 我的社区 淡宾尼的镇内设计 无空隙 无局限 处处设有有盖走廊以及后车停 以免居民受到日晒雨淋 在今的地园上的顶部的路上 都在墙上的城市里的路上 也有很多的路上 而我们还有一些路上 都在墙上的路上 都在墙上的路上 所以我们都在墙上的路上 在这里有更新的 而且是很美的 走过它们 我喜欢在淡泥 因为它们有很滑的棉花 淡宾尼是花园市镇 社区一片绿意盎然 将来我们也规划 屋顶景观设计 生态公园 以及进一步改善公园设施 我们也十分注重环保 在社区内推动太阳能计划 食品废物循环 以及选择更健康的交通方式 来取代排气装置 我喜欢在淡泥 因为有很多棉花园 淡宾尼的小学和中学 已经完成设备翻新工程 淡宾尼一代 也设立其他大专机构 如新加坡中央工艺教育学院 United World College 淡马西理工学院 以及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各种翻新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包括电梯,延长走廊 附加空间以及公园区 为居民们和邻里 打造幻然一新的环境 射箭区、保健角落等等 让居民们能够享受运动的乐趣 而且我们也计划建设更多的连接跑道 淡宾尼是一个我们能共欢乐 共分享的社区 市镇理事会将继续努力提升社区环境 改善居民们的生活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市镇 选择淡宾尼安置你的家园和社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订阅